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龍鴨 今天就想跟大家來打這個復刻的戰略級龍 我們用秦始龍來打立即開始 你會發覺為何整隊魔隊突然有一隻手有一隻龍 因為這兩組是內解屠人的 所以一定要打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我記得我上一次打這個時是撞馬 但那時候沒有黑金純子王 也沒有其他勁卡 所以呢 我只好用撞馬來打 撞馬挺穩的 打快一點 這裡不用擔心 你只要打過去就可以了 他再惡都沒有秦始龍惡 因為秦始龍惡是空間鳥 他要打一條錯 這一下就夠了90% 血量 那又如何呢 他要打破散開 打破散開 他要打破散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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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下就夠了 你會打破散開 不大散開 他要打破散開 減傷 因為巡視換大拳需要減傷 成功減傷了 一會合法你 一會合法走你 拾一下 炸醒 一會合法 減傷到有用 好了 到這一關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打開這隻手 兩秒尖珠 是問題來的 好像人 一波帶走 好 留下中間那隻 又如何 我們再來一波帶走 好 好 我們到王關了 到王關的時候 這個是30強化來的 我們走 30 一波帶走他 100% 好可怕 嚇到寶寶了 嚇到寶寶了 嚇到 嚇到我 嚇不到 我嚇到我 嚇到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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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錯 如果這個 打夠75000以上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 這隻技術的藍托 這隻 這條龍的藍托 那他實質有沒有用呢 我就覺得 他用不上場的 你打出來留念就可以了 不過我還是要7萬分 不是啊 7萬已經有藍托了 不用了 好像7萬5的SS 不要緊啦 就這樣 拜拜